乒乓 乒乓 大家好 我是小豬 歡迎來到小豬的開箱時間 看到今天 超大一隻卡比來到這裡了 這一盒也是從日本帶回來的 其實我們去日本橋的時候 有看到很多間都有在賣這一盒 可是我猶豫很久 我到了第三間我才買 俗稱嘛 貨比三家 還真的被我比到了 最後一家 真的是三家裡面最便宜的 我想說不能再猶豫了 我想要我就給他買下去了 他就來到了這裡 其實這一盒是在一間二手商店裡面購買的 但是他是全新的 這裡缺一腳是因為那時候要回家的時候 太多東西了 不小心摔下去 所以才造成核損 不然他其實是一盒全新的卡比之星 那我看老爹的影片就知道說 我第一次接觸到卡比之星 是在3DS上面玩到的 也就是我們的機器人大戰的這一款 所以我對他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還有這兩盒 盒丸 他真的很可愛喔 他這個系列是在電影院裡面的 我就覺得他的小椅子很可愛 我就決定把他買兩盒回來抽抽看 那我們先從小的這兩盒開始拆吧 先拆第一盒 好緊張喔 不知道會是什麼 欸 是這隻欸 這隻是新的耶 這隻是出在Switch上面的那一隻 是從開通的那個關卡之後 你就可以每一關都進去裡面換一隻隨機的角色 然後這隻是從裡面換到的 可是我有點忘了他的招式了 反正他好像蠻強啊啊啊啊他會飛啦他有個大翅膀 就好像蠻強的 我每次骰都骰到那個星星 什麼 銀河的什麼 就不勉強自己了 好可愛喔 這是3D眼鏡的概念嗎 Maluk 最一開始是在新之卡比 超級豪華版中出現 這個踩著球的魔法師欺騙卡比說 太陽與月亮正在爭鬥 請卡比為了平息爭鬥而踏上銀河之旅 利用卡比收集各星球的重要星星 收集7顆重要星星後 召喚NOVA 卡比原本向NOVA許願 讓太陽和月亮和好 結果被Maluk推開 Maluk向NOVA許願後 變成了長出類似蝙蝠翅膀 且力量強大的魔物 是超級豪華版中最終的頭目 而近期 在新之卡比 星星同盟中 官方第一次DLC更新中 成為夢幻盟友 再次出現 等等這就是第一盒 我稍微看一下盒子在上面所有的款式喔 我真的找到一個自己蠻喜歡的 就是這個 最下面這一個 它是有攝影機的 這攝影機長超可愛的耶 天啊我應該全包的 又在後悔了 算了 我們直接開出來第二盒看吃不吃看 好緊張喔 喔不 不是你 是他 欸好大喔 好像蠻划算的 喔它是賣票的啦 好啦也蠻可愛的啦 唉唷 我最喜歡的是這一個呢 我每次轉扭蛋啊 都不會馬上轉到卡比 都會先轉到別人 看一下阿布的頭套就知道了 欸我是妝髮 它就像這樣 一個賣票窗狂 然後它給了我很多票券 這個應該是要放這裡對不對 給錢啦 OK這就是我們的第二盒 其實蠻可愛的啦 只是有點可惜 不是自己最想要的 它裡面這一盒附的 也有這海報耶 所以第一盒 它這一個 抽到這還不錯耶 你想要它上映哪一部電影 你就把它剪下來 放進去 好啦 老闆換了啦 老闆 換了我最喜歡這隻 OK啦 誰來賣都可以嘛 那這個盒碗還蠻超值的啊 今天不賣票啊 今天要睡覺啊 好啦 抽不到卡比 我自己來完成自己的心願 耶 好啦 我們的盒碗開完了 就兩盒 有點空虛 那接著我們來開這箱 最大盒的 鋪起蓋 超級大一個的啦 壓倒我理性最會跟倒炒 是什麼原因嗎 因為我所有的卡比都是小東西 我想買一隻超大的 所以我就買了 我的腳是磁鐵 太屌了吧 我想說他的腳怎麼可以這樣隨意的移動 你看他的腳是磁鐵耶 哇塞 這真的精緻了好不好 他的手也是磁鐵啊 天啊買對了 戴帽子再上去就像這樣 超可愛的 受不了 這台呢 是 喔 到 他之後還有附兩個展示夾 他可以讓你展示這一個跟這一個 這兩隻是分開的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組裝在一起 我想要組裝在一起 看一下 他的座倉有 他的標誌啊 好可愛喔 在買這玩具之前完全不知道裡面是長這樣子 唉唷 他的座倉 就這樣超大一隻的 我現在要把卡比放進去了 卡比要乘坐這一台機器人呢 需要把手跟腳 拿掉 好可愛喔 那上去就變這樣了 欸超大的耶 可以擺各種動作 終於讓他站起來了喔 好啦 為了拍這個 我又把玻璃怪所有的卡比都拿出來 擺了一次 還是覺得很療癒啊 你看這隻大家真的買對了吧 整個就是氣場無敵 一個正貴之寶的概念 而且我突然整理起來發現 我其實真的有蠻多隻機器人的扭蛋 小隻的都在這裡 總而言之 今天開箱實在是太開心了 滿足自己的少女心耶 那關於玩具的特寫 我就放在最後面囉 今天就先這樣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我 獲得老爹的粉絲專頁按讚 還要記得來我的IG追蹤我喔 小豬開箱 我們下次見 痛、 апает 來ә 呻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終於放到玻璃櫃裡面啦 天啊 超多的 不能再買卡比了啦 要剁手手了 每一隻都好棒喔 尤其是這次的正貴之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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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